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凤九一生行事果决,爱增分明,爱的人,拼了命地对他好,恨的人,拼了命地去扒他一层皮,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爱一个人,却要拼命推开,明明要拼命推开,又偏偏做不到的纠结情况。 他左手摁着一截莲藕,右手的菜刀均匀快速地切着,看到莲藕藕断丝连,他不由地苦笑,连一截莲藕也有不能两全的时候,黄论他一个活生生的人呢?或许他不该把自己逼得太紧,为什么这么喜欢做菜? 冬华站在一旁问他,凤九从心事中解脱,文言浅笑道,因为小时候是姑姑带我,而姑姑一点厨艺都不会,就知道拿果子喂我,我又馋嘴,只好自己学着做。 那你姑姑小时候怎么长大的?我奶奶厨艺好啊,所以姑姑就偷懒不用学。 冬华文言笑道,所以这么推算下来的话,以后你的孩子厨艺一定很糟。 孩子,凤九手里的刀顿了顿,想起临别前的那个晚上脸不禁烧得通红,是了,他把这码是给忘了,总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的,可是他和冬华已经,这样的话会有孩子吗? 那有孩子是个什么感觉?他这样想着心事,放下菜刀的手,情不自禁地摸了摸平坦的肚子。 姑姑从来没告诉过他这些,阿娘也没说过,虽然在凡间的时候,看到凡人有身孕,肚子会大,但是他们九尾狐也一样呢。 如果一样的话,他有些沮丧的低头,看来他是没有孩子了。 东华看着他的举动,从鼻子里跑出一个笑音来,左手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掩饰着,别开的眉眼处,竟是笑意。 你,你笑什么? 凤九的脸红得更加厉害。 没什么。 他艰难地忍着,挑了挑眉,从砧板上拾起菜刀,切了这么久累了吧,我替你一会儿。 我只是因为饿了才摸肚子的。 他一本正经地说道,嗯,东华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凤九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不信,偏偏此刻想不出什么话来解释清楚,只得又急又羞地跺了跺脚就跑出去了。 东华难得这样心情好,看着他逃走的身影,笑着摇了摇头,又认真的切着他的脸藕,可没片刻功夫他,便听到了他跑回来的脚步声。 怎么了? 他疑惑不解地看着一跑回来,就躲在他身后,完全不计较,他刚刚才笑过他,两只小手紧张地拽着他外衣的凤九,正要再次发问,嘻嘻嚷嚷的脚步声传入耳中,他回个头的时间,门口已经堵满了人。 臣等拜见东华帝君。 东华微微眯着眸子,看了他来人。 九重天上得高望重的几位,真皇全到齐了,此刻低头弯腰拱手敬拜。 自己不说话,他们那眼睛只牢牢盯着脚尖,并不敢抬起,后头还跪了数不清的上仙们,将一个小院子都挤满了,拐了个弯还看不见尾。 东华心里盘算着,大约此刻连凤九的房里都跪满了人。 注意点脚下,别跪坏了本君的菜。 是是是。 说出口的话,一如既往地镀了一层寒冰,几位靠近菜地的上仙们忙不迭地低头检查,确认自己没伤着帝君的菜,才松了口气。 你们来做什么? 东华微微醋了醋眉,别开眼侧过身,重新握上菜刀,左边那只干净修长的手将莲藕摁在砧板上,右手缓慢稳当地模仿着凤九的动作,尽量切得均匀好看些。 两位女真黄和数位女上仙们眼见着威严端肃的东华,连切菜都能切得如此儒雅斯文,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西天佛陀尊者华诞,臣等寻力恭祝,金文帝君在此,特来拜议。 几位真黄这样说着,腰又埋得更低些,跪着的上仙们也将头埋在地上。 拜过了,那就走吧。 东华淡淡地下着逐客令,连个正脸也懒得路,仿佛他们还不如他刀下的莲藕有吸引力。 真黄们微微直了直身,目光瞟道,刚刚一见人影就溜走,此刻小女儿姿态躲在帝君身后不敢见人的凤九身上, 又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帝君,满脸堆笑得对着凤九也是一拜,拜见凤九女君。 凤九一直在东华身后躲着念咒,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此时如遭雷迹般定在原地,一张精致耐看的小脸皱在一起,几乎要哭出来。 帝君在范镜住着,要召唤仙鹅来伺候,想必不妥,不如让陈来伺候帝君与女君的饮食吧。 一位品阶最高的真黄稍稍挽挽了挽袖子。 不用。 东华清冷的眉眼朝他轻轻一扫,真黄顿在了原地,刚迈开的半只脚掌实相地缩了回去。 另一位女真黄看了看东华身后的凤九,又满脸堆笑地问,不知女君缺不缺个伺候梳妆的人,臣愿意效劳。 东华挑了挑眉,拽着他外衣的那只手已经毫不自知地抓在了他背上,让他想起了那个夜晚他在他身下也是这样紧张地抓伤了他。 东华深吸一口气,好吧,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从那颤抖的力度来看,当时吓得有些委屈了,于是也替他回了一句,他也不必伺候。 又瞟了一眼,每次一看到他就舍不得走的诸神,心里有几分诧异。 多看他两眼,难道能延年益寿吗?你们拜够了吗? 拜够了就回去。 话说到这个地步,但凡连脸皮的都没法再赖着不走了,可是诸神小心翼翼地抬了抬头,去看那个木若朗星,俊逸出尘,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东华,这个常年只能在画像里见到的神仙,想见他一面真是难遇上青天啊。 还不趁今日看得够本吗? 无论他是切菜还是玉笛,在厨房还是沙场,无论他手里握的是菜刀还是仓盒,他仿佛天生就有一派帝王气势,如同一把引进鲜血的宝剑,锋芒毕露。 眉眼间的霸气被岁月打磨到成熟,一双你不敢对视的眼睛里写满老毛深算。 三十六万年的时光里,都未曾有一把足够华美的剑鞘可以包容他,这让四海八荒无数神女仙女魔女妖女们放心乱动,浮想连篇。 但是,众人看了一眼那个赶拽着帝君外衣的小女军,又看了一眼帝君腰上别着的那枚虎尾,再想了一想露台山一战里听到的传言,看来帝君这把宝剑真正算是有主了呀。 还不走,东华挑眉看向众人,不能怪他脸皮厚,实在是这九重天上的人脸皮都不薄,所以他才被耳熏目染了。 是是是,臣等不敢再扰帝君,帝后,这就告退,这就告退。 诸神又熙熙攘攘地往外退去。 凤九浑身一震,一对来不及舞的尖耳朵将众人的低语全部听了进来。 快走快走,咱们打扰到帝君与帝后的厨房之乐了。 看来传言不虚,帝君与青秋的女军果然已经在一处了。 二人都捅入厨房了,当然是在一处了。 你们说帝君与女军成婚了没有,咱们方才那样称呼女军是不是妥当? 成没成婚,有什么打紧? 既然是帝君认定了的人,咱们这样称呼,帝君绝不会动怒,说不定还会奖赏咱们。 哎,那你们说,这孤男寡女的在一起这么久了,女军肚子里会不会有娃娃了? 咱们明日要不要送些小孩子的衣物来讨帝君的欢心。 凤九顶避一张欲哭无泪的脸,一看诸神退下,想也不想地抡起拳头,就往东华背上砸,都怪你。 都怪你? 东华诧异地回头,我怎么了? 你没听见他们怎么叫我? 他羞红着一张脸不住地抱怨,难道是我让他们叫的吗? 他含笑看他扭捏的姿态,玩了玩了,这下他们一回九重天,四海八荒就全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吧,他满不在意地重新切着他的脸哦。 你说,如果我让姑姑出面吓一吓他们,他们是不是不会乱说话了? 东华挑眉看向他,让你姑姑吓一吓他们。 你以为他们吓大的? 这几位真黄的辈分,不知高为叶华多少,在九重天上的地位,也只略比叶华低一点而已,你姑姑能吓得住他们? 那怎么办啊? 他哭丧着一张脸看着他,全无主意,让他们传就是了。 东华不懂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纠结的?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是这种关系啊。 大家都误会了。 他切着莲藕的手顿了顿,转头很认真地看向他。 可是凤九,在我心里,你和我除了这种关系以外,从来也没有别的关系。 凤九在梳妆进前梳头,为了罚东华三日前说错了话,坏了规矩,扰得他芳心大乱。 他毫不留情地将他赶出了后山,连一日三餐都不准他来。 听说他这几日被那些个真皇上仙们馋得不行,每日有真皇大早上打了水在他门口等着他睡醒,然后伺候他洗脸,伺候他穿衣,伺候他一日三餐,伺候他梳头,伺候他喝茶。 凤九听到传言,立刻想起那日见到的真皇中有两个女真皇声的十分不错,别的不敢说,但这梳头的功夫肯定是两位女真皇做的。 想到他们秀气的手在他浩月般的银发中穿过,他气得羊手甩开了自己手里的梳子。 连穿衣梳头都要人伺候,干脆让他们伺候你睡的了。 那个…… 对后传来声音,梳妆镜前的凤九吓得立刻跳了起来,转身看去。 那个长得十分不错的女真皇,尴尬地捧着凤九甩过来,差点打在他脸上的梳子,迈着端庄优雅的小碎步,走到他跟前,将梳子高举于顶,恭敬地地给凤九。 地后误会了,伺候睡,这种事,陈等不敢僭越,自然是要地后亲自伺候的。 凤九简直要对着这位女真皇哭出来,她一双小手颤抖着,从她手里拿过自己的梳子,低着头猫着腰去看她那张清秀的脸。 我说,这位真皇前辈。 女真皇惶恐不安道,陈不敢担地后一句前辈,还望地后称臣林阳即可。 我说林阳前辈,我和帝君真的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关系。 凤九顶着一张沮丧的脸,拼命摇手解释,林阳直起身子笑了笑,陈虽未成婚,但也听过凡人一句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的俗话,地后与帝君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可是陈等那日说错了什么,惹恼了帝后,帝后才将帝君赶出去睡的吗? 我真的没有,凤九欲哭无泪地捂着脸。 帝君这几日脾气不好,虽说陈等也伺候了一日三餐,但帝君一筷子都没动,已是三日不饮不食了。 陈子翻前来,也是受众人重托,还盼望帝后去看一看帝君,别让帝君饿坏了自己。 他三日什么都没吃吗? 凤九一听东华三日水米不净一颗心,瞬间被揪起,立刻忘了自己方才在纠结些什么,也忘了他是个神仙,别说三日,就算三万日水米不净也饿不死。 是,羚羊连连点头。 他,他真的什么都没吃吗? 是,一个人闷在房里,谁都不肯见。 凤九闻言,皱紧眉头就要往外跑,跑到一半又折回身来朝后院去,还不忘跟羚羊打招呼,前辈你先回去,我准备几道小菜,马上就过去。 好。 羚羊见凤九肯去,松了口气,先行一步。 凤九回到后院里,看了一眼陪了他多日的腌制菜,咬咬牙一把拔了出来。 带他左手拎着个屎盒,右手拎着裙脚,一路跑到东华的近身台时,才发现门口跪了三十余人。 前头几位真黄恭敬的躬身站着,他看了就觉得辛苦,能在范静闹出这么大动静,还不被佛陀爷爷赶出去,就冲这一点,他很佩服东华。 众人闻得脚步声,见到凤九的身影,连忙侧了侧身,齐喊一句,拜见地后。 凤九懒得跟这帮脑筋打劫的真皇上仙们浪费唇舌解释,拎着石盒,一把推开门,就闯了进去。 看吧,果然是地后无遗,四海八荒之内,谁敢这样闯入帝君的住处。 门枝亚一声被推开,在被盒上掩盖住了外人的议论纷纷。 凤九看到了那个坐踏前无精打采,此刻见到他眸中便多了些神采的东华。 他并不如外界说的那样被照顾得很好,而是一脸疲倦之色。 不是说他们伺候你穿衣,伺候你梳头,伺候你近面,伺候你的吃喝吗? 他赌气问道,我不用旁人伺候。 凤九憋着口气,将手里的石盒往座踏前的小机上一放,转身出门,顶着诸神谄媚的目光,打了盆热水回来放在架子上,又近视一条帕子,宁肝回身递过去给他。 他诧异地接过,将温热的帕子摊开在脸上,帕子上还沾了他指尖的清香,让他忍不住眷恋地深深吸了口气。 我见你头发也不乱啊。 他还是闷着声,点着嘴,从石盒里将菜一道一道地端出来。 没睡,自然不乱。 三日都不睡,你坐在这里发呆? 嗯,你到底在想什么? 他眉头深锁,动怒地看着自虐的他。 你说我还能想什么? 他很认真地看回去,一句话将凤九问呆。 他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除了他,如今他还能想什么。 他想起重逢后,他一路默默无言地陪伴与守护,他逐渐滴入尘埃的态度,他如今看着他就舍不得一开的目光。 许多从前从来说不出口的话,他都在一点点地说给他听,许多从前从来做不出的事,他也都一点点地在为他做。 他对他的情谊一日比一日展露得清晰,一日比一日渴望一个结果,他想要的结果,何尝不是自己想要的。 但是,天命难为。 凤九低了低眉,沉浸下来,面有哀伤,想了想才到,先吃饭吧。 冬华看了一眼桌上的菜色,你把腌脂菜和冬葵菜拔了。 他点了点头,亲手给它盛了一碗粥。 他吃得很慢,很认真,这让他不忍心开口,一双手攥在一起,指节都泛白了。 你有话就说。 他夹了一筷子腌脂菜入嘴,细细地嚼着。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冬华,我的心意从来瞒不过你,我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和你分开的三百年里,我每天都能梦见你。 明明刚分开的时候,我还是知道你心里有我的,但因为我们的分开,是由你不断推剧而成,所以我也变得不自信,从认定你喜欢我,到只敢猜测你或许曾经喜欢过我。 三百年里的每一日,都在不断地质疑自己,因此过得很辛苦。 所以,你想在离别前跟我说清楚,不让我走你的老路吗? 他轻轻放下碗筷,其实从林天死的时候,开始我就被点醒,四海八荒的纷乱,或许是因为我一意孤行的执念,但我那时怎肯相信这样的宿命,所以心怀侥幸地一直逗留在你身边。 哪怕明知没有将来,也尽量拖延分别的时间,这一拖就拖到了鹿台山一战。 寒来死了,父亲受了重伤,青秋被敌人重创,我不知道这一切的源头是不是因我而起,但我不敢再存侥幸之心,我不知下一个死的人会是谁,是姑姑。 四叔,还是,你,他眼眶微红,青秋战火连绵,是一族的屡教不改而至,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万一有关系呢? 好,那我再问你,日后沁江归来,神魔大战又要有数不清的人丧命,难道也是你我之过? 白水山洁界破裂,不正是因为你心神不宁吗? 而你心神不宁的原因是什么?你我心知肚明。 东华被气得闭上眼睛,重重叹了口气,半想睁眼看他,很认真地问, 久儿,我再问你一次,我陪了你争些天,跟你说了这么多话,表了这么多次决心,到最后你是否还要选择分离? 他低着的头艰难地点了点,绝不后悔吗? 嗯,他哽咽地点头,东华沉默许久,难怪你舍得拿这些胭脂菜来哄我,原来是最后一餐了。 不,不是这样的,我拿胭脂菜来哄你,是因为心疼你三日没有吃过东西。 他起身,走近他,手掌抚上他的发顶。 凤九感受这头上传来的温热,闻着他身上的白檀香,低着头咬着唇,双手紧紧捏成拳头,泪水在眼中打颤。 哭什么?你不过是盼着我走,那我走便是。 他的手爱连地摸了摸他的头,我走了以后,你要学着照顾自己。 晚上睡觉,不要再踢被子,也不要任性地熬夜,总是喝凉水,在房里走路不爱穿鞋,不爱吃的菜一口都不吃,以后我不在身边。 你万事要多长个心眼,遇事不要过于冲动,知道了吗? 他只垂着头辛苦的压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那么,我走了。 他叹了口气说出这句话来,语气中充斥着坚持了许久,终于不得不放弃的无奈,你好自珍重。 他最后一次,轻轻拍了拍他的头,开门走了出去。 头顶上的温度渐渐冷却,鼻尖的香味渐渐淡了,凤九知觉自己的一颗心被命运着双手折磨得无法呼吸。 他抱着自己,将头埋进怀中,像他来的那日一样,哭出了声。 东华,余生无你,何必珍重? 东华走了三日,凤九坐在他的坐踏上,头靠着墙一言不发呆滞地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三百年前的分别是东华提出来的,他痛得死去活来,三百年后的分别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仿佛比三百年前还要痛,因为这一次他不仅要疼自己,还要疼他。 离开了范静,他会去哪儿?是不是回了太陈宫?是不是一切回到了原点? 他们曾经甜蜜相守过的地方,汉诞院,文古檀乡,善起王府,月道风来,是不是都将从他的脑海中渐渐淡去? 很多年后,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到清秋的凤九女君,他会说些什么? 他会将她搁在心肩上,默默地疼一辈子,还是顺应天命,渐渐放下她? 会不会有一日,他们在九重天上重逢,他会像面对其他人一样,对他冷漠疏离? 那双给过他温暖的双臂,那张对他笑过的脸,那双吻过他的唇,那颗疼过他的心,是不是最终都会被漫长的岁月带走? 然后一切归零,行列在门外焦急地躲步,帝君与佛陀一道,出门办事了,临走前嘱咐他,看着凤九不准露面,但他实在舍不得那个生得像瓷娃娃一样的孩子,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里,三天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发呆 帝君知不知道他现在的模样?只可惜,帝君去的地方太危险,他没法去通知他,也不敢再擅自离开他身边 思前想后,他还是忍不住轻轻敲了敲门,凤九听到敲门声,一颗心被拎了起来,颤抖的声音盲说,进来 行列一进门就撞见了他那双大失所望的眼睛 夫人在等帝君吗?行列的话格外刺痛他,以后不要再叫我夫人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你家夫人了 行列看着失魂落魄道,有几分颓废的凤九,才三日的功夫,已经折磨得他有几分憔悴的神色 这让他不由地想起当初在月道风来等着他回来的帝君 帝君的脸色虽然不比女君难看,但须知,帝君是一个极能自制的人 若能看见他一点落寞神色,那他心里一定苦海无边 一块三生石,真的值得夫人把帝君赶走吗? 行列,有酒吗?他靠着墙,疲倦地问 这里是饭境,我知道,有酒吗?他又问了一遍 行列无法,只好换出酒囊来给他,帝君一定不想夫人喝酒的 他话都没说完,就看着那只白嫩精致的手从他手里拿走酒囊 两头猛灌一口 夫人,你悠着点喝呀 行列看着他雾蒙蒙的双眸,轻索的眉头 脸色苍白憔悴,于心不忍,何苦呢? 三生石定天下姻缘,上面没有他的名字,注定我与他无缘 我曾经在善起王府的后花园里跟他说过 就算与他没有夫妻之缘,也请他不要推开我 他可以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朋友,一个家人,什么都行 只要不断开,我与他之间的联系就好 不求日日相见,甚至不求年年相见 一百年能见一次的话,我都已经很感激了 他这样说着,认真地竖起了一根手指 但我今天才明白,只要他在我身边 只要我和他之间不断地干干净净 我就怎么都会往夫妻之缘上靠,我到今天才明白 他那天在厨房里对我说过的话 他说凤九,我们之间除了这种关系以外 从来也没有别的关系了 那就在一起,又能如何呢? 在一起 他冲着行列一笑,一颗泪珠从眼角低下 我就是太想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施了九成法力,我断了一条尾巴 临天和寒来惨死,父亲受了伤,青秋遭了大难 你让我怎么敢跟他在一起 我都不知道我和他在一起,下一个面临死亡的会是谁 万一是他呢? 他低头,晶莹的泪滴在裙脚 他摇了摇手,我都不敢想 如果这个世上没了他 如果他因为我想跟他在一起而死 我不敢赌这个万一 怎么会有人能伤得了帝君呢? 这世上真正能伤得了帝君的只有夫人你而已啊 帝君一生征战 即便面对魔王沁江也是从无败己 自认天地共主之后一滴血都没流过 但就这样强大的帝君却因为夫人的不告而别 而黯然神伤到四海截至 夫人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帝君让我们把四海八荒翻了个底朝天的掌 自己守在月道风来寸步不敢离开 生怕夫人回来找不着他一个人会害怕 我们看他消沉落寞 几天都不说一句话的样子 比他都更希望能快些找到你 夫人看这样的帝君就一点都不心疼吗? 别说了 夫人碍于天命不敢和帝君在一起 这只想到了其一却没有想到其二 夫人与帝君的分别固然是遵从天命 但三生时尚夫人名字旁边不是还有个名字吗? 想遵从天命少不得真要嫁给那人 奉九闻言如五雷轰顶 帝夫人真要嫁人 帝君一定活生生被气死 这才是应了天命孤寡终老 这就是夫人想要的 行列说完最后一句便出了门 奉九一个人留在房内又是一通哭 这一回哭的声音大 惊动了范靖的罗汉金刚 窥得行列在外头 拦着说女君只是想家 不然都要以为里头出了事 三日未眠的奉九 痛哭一场之后 眷疾而眠 第二日的阳光爬上座榻 撒在他脸上的时候 他睁开眼睛 仍然没有见到东华 以往只要他一喝酒 一哭 一折腾自己 他总要在半夜赶回他身旁 抱着他 好好安慰一番 事到如今 他才后知后觉 自己像个被他宠坏了的矫情孩子 如今 他彻底应了他 离他而去了 他将脸埋在双掌中 嘶哑的声音 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字 不断落泪 东华进屋之后 看到的凤九就是这样 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 穿着那日离别时候的就衣裳 趴在他的坐踏上 无脸大哭 嘴里一吸还喊着他的名字 是谁把你欺负成这样啊 他错眉走去 温柔的手掌摸上他的头 看他从双掌中抬脸 苍白憔悴的小脸上 满是尸痕 红肿的眼睛里 满是诧异和委屈 他坐下 美好气地说道 不是要我走吗 还叫我做什么 他起身 望着脸色同样有些憔悴的他 双手牢牢圈着他的脖子 脸靠在他颈窝处 滚烫的泪灼烧着他的皮肤 东华 我不是真的想你走的 他微微解了气 伸手去抱他 温柔地拍着他的背 好了 没事了 我在这里 东华 我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但是我不知道三生石该怎么办 三生石交给我 你不用管 他拍拍他的头 心声安抚道 我怕你有危险 还有姑姑 还有青秋 我已经让孟浩他们 一直守在青秋了 青秋不会再出事 之前两次事情闹大了 都是因为我不在 以后不会再有事了 我们都会平平安安的 是行列告诉你 我哭了你才赶回来的吗 行列不说 我也知道你要哭的 他的手温柔地 抹扎着他的背 安抚着他的情绪 我和佛陀去办些事 本来就没打算走 所以办完事就回来了 你没打算走 他从他怀中抽身 一双红肿的眼睛 盯着他看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就说了 我一定要带你回去 也一定要娶你 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拦的 可见我的话 你从来懒得听见而已 所以你又骗我 他不干了 右手背过来 挡着脸 不管不顾地大哭 太过分了 本来就不打算走的人 居然那天陪他演完一整出戏 还说那样绝情慈悲的话 来伤他的心 东华轻轻挽了挽 嘴角重新 将人拉入怀中 好了 是我不对 我拿凤与花哄你好吗 他从他怀中侧头看向地上 一路火红的凤与花 自由自在地开着 花瓣堆砌的路 直通门外直上青天 一眼看去没有尽头 阳光下的凤与花耀眼非凡 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飘荡 引来梵境许多罗汉金刚来看热闹 这次真的要回去了 我在梵境铺了一条凤与花路 你佛陀爷爷要下诸科令赶我了 我一个天地公主若是被赶出梵境 这传出去太没面子了 她在她耳边低语着装可怜 凤酒破涕微笑 夫人 我们回家了 她收拾了一通自己 换上一身她最喜欢的红色衣裙 搬家一样的收剪着房里的东西 向佛陀爷爷辞行之后 与她一同离开梵境 花灯是一定要带的 抄的佛经要带着 也是情理之中摘这么多忘忧果做什么 带着凤酒御风而行的东华 略有些不解地问 这忘忧树很有意义啊 她一本正经地说道 无可避免地想起了南荒尽头的那片忘忧树林 脸悄然红了 你在想什么 想的脸都红了 她轻声取笑道 谁脸红了 我是红狐狸 脸本来就是红的 她跟着他久了 耍无赖的本事见长 看了看方向 又蹙了蹙眉 这是去哪 不是去太成功 也不是回青丘的方向啊 先去一趟女娲那儿 把正式办了 再去一趟昆仑旭找一下墨渊 然后你需要回青丘 跟长辈们见一面 见过之后 我再带你回家 她安排得很周全 但是她还是被那句 要去女娲娘娘那儿 办正式给说的心跳加速 煎熬了这么多岁月 她们终于要永远在一起了吗 可是她又不好意思 笑得太明显 只好岔开话题 去找墨渊师傅 和她商量庆江吗 对了 我一直都没问过你 白水山结界怎么样了 为什么那天你说 庆江会归来呢 结界裂开第六条缝 已经快要关不住庆江了 那你会有危险吗 她的心不由地 立刻提到了嗓子眼 不会 她温柔坚定地回到 风铃结界 在魔戒魔气最重的地方 支撑了十九万年财力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回把她引出来 我再重新进化 她一次就好了 脸的总有一缕魂魄 无法受归 大家都心神不定的 她看她说的轻飘飘 又想起曾经 他们二人 也是打过一次的 应当不会有危险才是 你把天罡照说回去 她板着脸严肃道 嗯 这东西一天到晚 在我这儿太小题大做了 你收回去 你不收回去 的话我可会犯境了 她板着脸 皱着梅羊膏下巴 逼她就犯 东华不禁伸手 轻轻掐了掐她的下巴 你现在抓我的七寸 抓得很准啊 嗯 那你答不答应 东华笑而不语 左手微微一番 凤酒周身柔和的白光 回了她自己身上 然后 把我的望仙罗还我 她这才安了心 嘴角边又流出一丝 俏皮的笑意来 珠红色的光芒 从她两指间倾泻而出 飘逸的望仙罗 向她温柔的双臂 将她拢在其中 最后安静地 停在了她双臂之间 她正要得意 又觉得脚踝处痒了痒 一低头 看到脚上绑着的东西 兴奋地用力蹦了蹦 同龄清脆地想起来 这串同龄 怎么在你这儿 我还以为 再也找不回来了呢 失而复得的同龄 绑着那枚断剑 欢快地随着她 乱蹦乱跳的一双连足 叮当作响 还好意思说呢 这么要紧的东西 你就扔给私命 东华微微挑了挑眉 我保证以后 每天都会带着它 再也不会把它弄丢了 嗯 姑且先听着吧 太阳眉说道 凤九拎着裙脚 又脚不安分地乱晃 听着铃铛的声音 享受着失而复得的喜悦 最重要的是她 还好她没把它弄丢 二人先是去了女娲处 将要紧事办了 凤九扭捏地躲在她身后 仍是羞于贱人 东华岛是悠闲地端了斩茶 和女娲叙了叙旧 等女娲坐下的寒山真人 将程序捋好 认真的在昏眉布子上 写了她与凤九的名字后 她看了一眼 没什么问题 便带着凤九走了 方才寒山真人说 神族婚配同济天地时 只要将婚记文 烧给她就行了 你怎么 还特意跑了一趟 你我的婚事 要筹办起来 会有些繁琐 怎么都得好几个月的晨光 我不想再等 她淡定自若地 说着心里话 凤九小脸又红了红 办婚事吗 东华挑眉看她 难道不办吗 嗯 我其实 现在不想办 也不是很想见那些 不相干的人 她略低了低头 东华略一凝神 想起陆台山的事来 右手绕到她身后 轻轻拍了拍 那就迟些再办 这个不急 她抬头对着她笑了笑 又与她一同去了昆仑须 二人从风中而降 昆仑须一众人等 老远见一团 向瑞子气逼来 连忙聚在了大门口 不知是哪位大人物到访 带紫袍银发的上古神奇 闲听信步地走来 手里还大方牵了个貌美 又有些害羞的女子时 众人惊得下巴差点掉了 拜见东华帝君 奉九女君 众人齐齐拱手行礼 人群中响起一片兴奋的低语 帝君的尊驾 居然亲自来了 嗯 东华淡淡应了一声 算是给足了昆仑须众人链子 蝶峰上前来一步 不知帝君驾铃有失远迎 师父他老人家还在闭关 不知帝君此来 不用赢了 本君自己去找他便是了 东华顶着众人诧异的目光 轻车熟路地朝墨渊的住处走去 谁也不知道 这个几乎从不露面的神尊 为何对昆仑须的地形这样熟人 他刚迈开一步 手突然被人拉住 回过头来 只见奉九一笑脸一看向蝶峰笑颖的说道 二皇子 别来无恙啊 最近怎么不见去青秋走动呢 二皇子不是说 很仰慕我父亲吗 蝶峰紧张的连忙又一拱手 那个 最近师父闭关 所以手边事物繁忙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正好 一会儿墨渊上神就要出关了 你可有时间来我们青秋做客了 是 多谢 女君 凤九笑眯眯地拉着东华走了 熟吗 东华醋了醋眉 话一问出来就觉得蠢了 他也是墨渊的徒弟 这昆仑须自然常来 和蝶峰自然也熟了 只不过他总觉得 他们二人之间多了些旁人没有的亲近 当然熟了 他可是我爹眼里成龙快婿的最佳人选 我爹一直撮合我们呢 他笑着去看东华的表情 他只从鼻子里冷哼出一个音来 你爹的眼光真是够呛 他忍不住轻轻笑出声 又觉得这样不好 连忙轻轻捶了他一把 又眸中带笑道 哎 不准你这样说我爹了 他现在好歹也算你一个长辈是不是 东华醋眉艰难地看了他一眼 一时之间竟然回不了嘴 还有默认师傅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少得寸进尺 他挑眉惩罚性地邪逆他一眼 凤九本就是拿他玩笑 见他吃瘪自然收手 遵他为父就免了 这个着实太为难你 但不准你再像那天在君子轩一样 与默认师傅拔刀相向了 默认师傅带我很好的 知道了 他勉强应了一声 凤九刚勉强安下心来 与他一同走到雪香云位 就见他毫不客气 连门都懒得敲的 直接推门而入 喂 你怎么不敲门啊 他紧张地拉了拉他的袖子 小声抱怨道 一个闭关的人 我还指望他来给我开门吗 他领着凤九朝内侍走去 东华 守着妙异会明镜的默认 睁开眼睛看向来人 又看了看他身旁的红衣女子 默认师傅 凤九松开东华的手 将双手举过眉心交叠 跪下行了个大礼 盘腿而坐的默认 从座踏上下来 单手将小徒弟扶起 起来 默认师傅一向可好 许久未见这个疼爱他的长辈 凤九心中感慨万千 师傅很好 那就好 他安心地笑了笑 久安 嗯 你先出去找旁人玩一会儿 回去的时候我叫你 凤九看了一眼东华 又看了一眼莫渊 知道他们有大事要商量 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 转身退了出去 还不忘将门带上 然后在空旷的庭院里 和仙鹤玩起来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